你正在收听的是极限白日梦 欢迎回来,我是Irene 极限白日梦是一个透过户外运动到世界去旅游的节目 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远在南半球 纽西兰皇后镇的两位台湾人 Ritz还有建安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在纽西兰的越野登山车的生活与文化 就让我们来欢迎他们两位 耶! 那可以请Ritz跟建安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 怎么会出现在纽西兰呢 我的话,我是也是来这边打工度假 然后就我在台湾有稍微骑过一点mountain bike的经验 然后我蛮喜欢运动,我是读台北体验 就是虽然从小到大都一直有在运动这样子 蛮喜欢这种就是比较有点极限 可是因为我自己也做不到那么极限 所以我就蛮喜欢去尝试这种东西的这样子 那时候到纽西兰,然后发现这边超多人在骑mountain bike 然后因为我自己本来也就有在骑 我就蛮开心的 我就开始从北岛啊 然后到处骑,然后南岛到处骑这样子 就去过了蛮多公园,可是主要还是在南岛这边公园比较多 因为我主要都呆在南岛这边,在南岛工作 可是我是在南岛的算是最北边了 然后皇后正这边已经算是大概在最南边了这样子 这个公园算是我整个纽西兰算是最喜欢的吧 这边,皇后正这边的公园这样子 所以我也是就是一开始walking holiday过来的 对,一开始是我姐先walking holiday 然后后来我就是我那时候刚上大学毕业 他们说那就不然就是先出来walking holiday一下 然后再来回台湾就好好的工作这样 那没想到就是出来那就开始到处流浪 然后我现在,我是先在纽西兰walking holiday一年 然后后来又去了澳洲 然后去不到一年 然后又回了台湾 回台湾也大概不到一年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回来纽西兰好了 然后我又跑回来纽西兰的 你后来又回去纽西兰工作吗 还是你去改成 没有耶,我回来是就是用其他的签证的 就是对,但是也是有在这边工作 不然就是活不下去 真的,纽西兰的物价其实很高耶 对,尤其就是皇后正的物价 又比就是算是纽西兰最高的吧 因为皇后正的就是房租 就是pre-covid的话是房租 是纽西兰算跟工资比是最高的地方 然后物价也是贵的 就是以超市来说 皇后正的超市东西会比较贵 其实我那时候在纽西兰的旅行 就已经觉得很贵了 你说皇后正又更贵 那就 就是稍微贵一点点这样子 然后尤其房租是贵蛮多的 还有油价也特别贵 对,油价也是贵 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是算内陆嘛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运过来 所以贵好像也是有道理 但是就是很贵这样子 你为什么会选择想要在最贵的地方居住啊 因为我男朋友来这边 我本来想说是因为这边工资也比较高 没有没有,这边工资不高 对,因为就是很多人喜欢来这边 因为像是喜欢户外运动啊 或是backpacker 就pre-covid这边非常多的backpacker 然后就是喜欢留在这边 主要是很多人喜欢party 一到日就每天都可以party这样子 都可以喝到半夜四点回家 哇,真的是见识到 那建安呢,建安怎么会 因为你不是住皇后镇 你只是来皇后镇玩嘛 我在Nelson 算Nelson附近的小镇啊 可是主要就是以Nelson那边为主这样子 哦,那边是不是很接近Able Tasman 哦,我其实就在Able Tasman那边 我在Mortuica就是Able Tasman旁边的一个城 Mortuica是苹果的地方 对对对,苹果那边 这是纽西兰语吗 这边是苹果,那边是奇异国什么之类的 差不多就 就Conewell那边是你找的啊 就如果你有打工住驾过 就大概都知道哪里的水果是比较盛产这样子 之前就是 我是搭边车游纽西兰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纽西兰Group 然后那个纽西兰Group大家都会说什么 因为纽西兰的东西就很贵 然后他们就会说 哦,哪边有那个 他们就会拍照路边的那个摊贩 一堆的酪梨 然后只要挤扭壁什么之类的 就是到处都会有不同的水果摊 这种很有趣的现象 我觉得很特别 对,像我们那边就是 路边就是都会有人家自己种的苹果拿出来卖 或者是那种梨子那种 Mortuica那边好像攀岩也非常的盛行 因为我朋友就是住在那边 一个纽西兰的朋友 我自己也有去那边玩 对,我知道我们那旁边是有一些户外的攀岩场 可是我攀岩我就没有这么在行啊 可是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玩过 就是跟我大学同学一起玩这样子 其实女士林就各地都是有各种的户外运动可以玩 其实我觉得Kiwi这边他们就从小就是有培养户外运动的环境 对对 他们的夏立营或东立营是什么 就是户外运动 以Mountainbike来说的话 有一个说法是 皇后镇这边是那个Mountainbike的capital 就是纽西兰的Mountainbike的capital这样子 对,非常多的大神 对 所以那你们在那边的时候 你们两个是怎么样开始接触Mountainbike 因为刚刚既然有提到你接触Mountainbike 是因为那边很多 那Ritz是怎么开始接触的呢 是因为我男朋友在骑 被推坑哦 最近两三年才开始玩得比较 就是玩得比较认真 然后我是五年前可能玩过一次 然后我就是不再玩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快就差点死掉那一种 因为我男朋友跟其他朋友 他们都是玩了那种十年啊 就玩了很多很久了那一种 所以他们就是下各种的道线啊 就是我们说黑线就是算是expert 对对 就是高级路线 他们就可以就随便下 都可以下 然后他们就觉得 就是一般般也还好 你也可以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再去玩一些 有了没的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我差点死掉 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 就没有再玩 然后是这两年开始才 就是觉得 我已经坐在这边 应该好好把握机会 然后就买了一台车 然后才开始玩这样 那既然你 所以你都是到处玩 你说你是几年前开始玩 大概是15年开始玩 那时候就在台湾买了一台车 然后买了好像六七八月之类的这时间 然后买了一台车 然后买了隔一个月就有一场比赛 我就去玩比赛这样子 在台湾买? 我在台湾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有mountain bike 那个有一场比赛叫超级八 已经办了大概十年有了 我那时候不是在社团里面有po文吗 然后就被 大家就没有听过超级八 就先去查查什么是超级八 什么之类的 我还想说是什么地名吗 超级八真的是 台湾我觉得最好玩的 那个mountain bike的比赛这样子 它就是又 它路线是什么 就有点像MGO的路线这样子 然后就比较像original这样子 什么是MGO 你刚刚讲MGO吗 哦没有没有 original 就是 因为我们这边的路线 这边有很多条线 然后其中一条线叫original那条道 哦 它有点像是滑雪场 它会有黑线 黑线红线什么线 等级的分别是吗 分等级 基本上纽西兰这边规划的都很好 就是它每条路线 它一定都会有分级 只要是当地 比如说bike club 或者是政府合可的路线 都一定有分等级 哦 对它都会分说 这个是绿线啊 然后或者是蓝线 蓝线还有分什么intermediate 或者是advance 然后再来才会有到黑线 然后黑线再上去就有双黑 然后再上去就有红线 红线就最难的这样子 哦 对跟滑雪的分级有点不一样 滑雪是蓝绿红黑这样子 对不太一样 但是它也不会去限制你说 你不能去什么 反正你就是 全部都是开放的 你就是想要就是摔死 就是没有人会管理 反正就这边我 这边规划的非常好 它就是在入口处上面 就会有牌子 所以就是你知道 你自己等级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去看到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 你看到一个是黑线 我是不能进去这样子 你就不会就是 误入到一个就是要跳落差的地方 然后摔一次跌倒这样子 有些人到处都这样吗 还是只是往皇后镇比较完整一点 几乎都是有牌子的 我去过的每个bike park都是 对都会有规划 对 那bike park都是免费的吗 还是像学长一样要付费 基本上 如果你可以自己骑车上去 都是免费的 对 可是像有的是 像皇后镇这边 这个是要缆车的 这种缆车就是要跟滑雪一样 要付滑雪的票的钱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路线是当地bike club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公园 所以那个你要加入他们的club 你才能进去骑这样子 可是他们不会有人在那边雇 你真的 要去骑也不行 没有 也可以 对 这样子有点就是 不会有人去抓你 就是自由行政这样子 对 可是通常都一定会 你也不好意思 对 通常都一定会加入 而且他们都会有那种working bee 就是要维修路线的时候 他们就会找那个volunteer来 然后他们可能就提供午餐给你 然后我们就一起整理路线 或挖一条新的路线这样 像那种比较小的bike park是这样子弄的 那你们两个有加入那个bike club吗 我是加一个皇后镇一个nelson 就是我 因为我这两边我都会骑 对 你应该是 我就加皇后镇的 因为我只在 对 我只在皇后镇那边骑车 皇后镇这边的bike club 就是规划的非常好 然后他们有非常 他们做非常非常多的路线 就不是只单单做一条 就是到处都是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只是去旅行的人 我可以join that club 但是我可能不要买到一年的年费 我可以买短期的 其实也可以不用加入也没有关系 在皇后镇这边 它就是开放给大众的 然后就是你想要加入 你就可以加入 然后就是变成是 就是贡献 就是 这边年费我记得是40块一年 就是 其实很忘记 对啊 因为这边有太多太多人在骑车 对 所以就是几千人 随便给他贡献其实也蛮多的 然后这边的当地的政府 这边的council council算是市政府 市政府对 对 然后也是有跟他们合作 然后bike club 他不是只是自己做自己而已 他们也跟其他的商家合作 这样子 那他们也会办一些比赛吗 蛮多比赛的 黄后镇超级多 真的吗 而且黄后镇这边的bike club 我觉得他做到很好的部分是 他除了让你骑车这些路线之外 他跟很多商家合作 所以像很多在地的商家 你有他的bike club 他都会有折扣给你 所以你其实 假如说40块 因为我是一年前加入的 我忘记年费多少钱 可是假如说40块的话 你基本上 有可能一天 你拿的折扣 就已经cover掉那个40块钱 这样子的 那我想到之前在 那个澳洲的墨尔本 我有加入他们一个outdoor club 然后他也是会跟很多 就是户外用品店 他们去做就是合作 所以也可以拿到折扣这样 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对 就是这边的也会 就是连酒吧都有餐厅也有 连酒吧都有 可能他就是mountain biker 然后就是大家喜欢玩护华运动 所以也可能就是 骑一骑车 就要先去喝一杯酒 真的 我采访我瑞士朋友的那一集 他也是就是 就是去骑玩 然后结束就是去喝酒 这是一个国外的风气 这里有一个酒吧 其实他们每年 都会办活动这样子 你说Alice 对对对 他们每年都会办那种 小型的比赛 可是就是 是算比较 Free ride Mckenzie的是他们的吧 Mckenzie跟他合作 对对对 其实他办蛮多活动的 蛮多 夹踏车比赛 对 他连酒吧里面到处都是挂夹踏车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点好的是 他外面可以停夹踏车 所以我们大家骑夹踏车 骑一骑 就是在Gondolas Sky night骑完 然后就会骑去他那边 然后夹踏车放外面 放旁边 然后就可以喝酒 因为夹踏车都太贵了 对 夹踏车可以比一台车子还贵 真的 所以夹踏车可以 好好地顾好 所以可以停夹踏车的地方很重要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大家也喜欢去那间喝酒 而且他的酒是好的 是不是会有很多烂酒啊 你这样强调的话 有 有很多烂酒 就是他们会有craft beer 就很多craft beer或是draft beer 就是那种压出来的 不是就是玻璃瓶 或是一拉罐打开给你 对 大家这边喜欢喝那种 就是压 draft beer 然后跟craft beer 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freeride 然后我这边其实也有一个题目 就是 因为你当时有 Fantasia Downhill 或Endure 什么之类的 你们两个是骑哪种的 我的车是Endure a bike 因为这边有上上下下 然后当时我主要是玩Downhill 就是会大家缆车上去到上面 然后一路停下来的那种 对 因为我蛮缆 我不喜欢骑上多 但是因为这边有非常多的山 然后非常多 就是真的是道路超棒 你要自己骑上去 所以我买的车就是Endure a bike 就是可以骑上跟骑下 然后也可以去跳落差 就是去玩那些Downhill的 那我的话 我也是比较喜欢Endure 或者是Downhill 这样子的类型 你车是什么车啊 一台Downhill 一台Endure 对对 一台Downhill 一台Endure 因为我觉得在 纽线这边 就蛮适合两台车 这样子 就 因为它有很难的路线 这是有钱人 两台车 我是 爱好者 好的好的 就是 因为很多人去都这样子 是没错 大神要大神 好这样子 我在模仿 模仿 那个技术模仿不到 从脚踏车开始 装备先开始 对要先装出来 安全帽也要先甩 对 我也是比较懒的啦 你叫我踩上坡 我都是用推的 我就 像我前几天跟他男朋友一起骑车 然后我就看他就一直踩上去 然后 我就是慢慢在后面推推推推推 然后他男朋友就在山上等我这样子 真的啊 而且没有 那只是一小段坡 对 那个坡只是一小段而已 我就骑不上去了 我就跟他说 没关系你先上去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推上去 这样子 Oh my god 我们的体力有点粗 对 有点费 没关系可以玩下坡就好了 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把那个技巧的点数都点在下坡 没有点在上坡 那你们觉得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户外运动天堂 那你们怎么会特别去选 就是越野登山车呢 我的话啦 我是 其实我是都玩 只是因为很多运动其实要早办 会比较方便 可是越野登山车 你自己也可以骑 然后你跟朋友也可以骑 对啊 所以比较方便 我觉得像不然我也有玩其他的户外运动 可是就一个是可能也不便宜 然后再来就是真的要早办会比较好玩 皇后阵就很多事情可以做嘛 然后这边夏天的话当地人主要是骑车 然后或是就是湖边游泳一点的 这边是冰川湖 就是滑船啊烤肉啊登山啊或什么的 然后但主要这边年轻人为主的话会是玩一次 就是Mountain Bike 然后这是夏天 然后冬天的话呢就是滑雪 所以就是做 所以我就 我也没有特别说为什么会玩 其实就是我身边太多人在玩了 对 就很多朋友啊 然后我男朋友还有朋友 他们就是大家都在玩 然后就觉得 有时候不玩的话就有点不能加入他们 我就就玩了 对 所以我冬天的话我们就是都去滑雪上 然后夏天的话就是 天气还行的话就是骑车 就很好的话我们就会去滑船 超级幸福的耶 超幸福的 那你们 我也很羡慕 你很羡慕 你不是也是在那边吗 没有因为Nelson那边没有缆车啊 要自己骑上去 所以要骑车要自己推上去 要自己骑上去 对对对 就好像这边蛮幸福 我们是蛮多的 就是Skyline的话是主要的 就是都可以缆车 就是上去 然后就骑下来就好了 然后旁边还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付费的缆车也有 就旁边还有另外两个公园 是可以付费的 然后还有其他公园 然后跟一堆就是开放的 开放给所有就是民众的公园 Skyline这边的话 就是尤其是刚开幕 就是每一个season刚开的时候 前面两周的话 常常就是会有人摔断下来 然后高峰的话 我可能我一天可以看到三个人吧 Oh my god 就是摔掉要被抬下来 或者是救护车上去 然后载下来 或者是救护车上去没办法 然后是直升机载走 直升机载走那就超恐怖的 我也是黄厚镇的受害者 你有在那边骑断腿过吗 然后他上次来骑车 就是去跳一个跳台 然后就摔断 我那个刃带断撕裂伤 很多大神会受伤的车道 都是初学者或是中级 他们回去撞到初学者吗 车道上你不会跟其他人一起骑 因为不可能会这样 跟人家一起骑到这样子 然后他们会受伤 可能就是骑很快 然后像刚刚说玩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旁边就跳一下 那边撞一下 或是那边过一下或什么东西的 然后明明那边不是一个铺 他们也要跳一下 然后会骑超快 超级快 然后又觉得很简单 然后就会骑超快 然后那种骑超快 然后一摔就是摔到棒 就是很严重的那种 是自己出来的 要去别人要把它拖出来的 对对对 他们有时候那种速度快到 你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怎么 有办法这么快 就想说你的眼睛怎么看得到路 真的 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那边的弯道就一起过去 因为像这边大神 他们都会放一些影片啊 他们自己就是找朋友 放录影片 你会看到他们骑那个路线 你看你都觉得不太可能骑的 结果他们就骑出来给你看 这样子 对啊 然后你就会骑到有一个路 比如说有一个路段 你就会看到 诶 这边怎么不该出现轮胎硬的地方 有轮胎硬出现 你就知道 应该是有人在这边乱玩 对 然后有时候就往上开到 Shit 那是一个大概是 可能从不知道几层楼 这样跳下来 小小的那种悬崖 跳下来 对啊 然后所以就立刻出现轮胎硬 这样子 对啊 但是其实 那种反而不容易 就是黑线 就是比较满的道路 反而很少出事 会比较集中精神灾 对啊 会很小心 然后速度比较慢 然后出事的地方都是 简单 对 原来如此 哦 完全没想到 但是也 好像也可以联想 因为感觉滑雪是这样 诶 这才提醒到我之前 前几天我才看 有一个YouTube的video 然后他们就是三个 很厉害的Mountain Biker 他们就说 你要买100磅 就是很便宜的 那种脚踏车 就是万汉J Town 就是菜篮车 然后去骑马 就没有避震还什么的 然后 然后他们一开始 还要先测 那个脚踏车怎么样 然后说 好那我们先测试 我们的break 然后 他们就是先 快速骑 然后之后再按刹车 然后有一个人 就是他按了刹车 他还在一直前进 真的好笑 就是 四季大烂车 然后又去做一些 很白色的事 对啊 诶我是来这边才发现 因为原来台湾脚踏车 超强 轮胎也超强 对 对 对 就是我的假踏车 我后来 我就是 无意中 我就买了J Anto的假踏车 然后那个 轮胎也都是买 那个Mexis的 我都不知道 原来Mexis是台湾的 超弱超蠢的 我都不知道台湾这么强 诶 这个轮胎品牌 就是几乎所有人 都是用它的 哦 它是 双生bike的大厂 对啊 对 所有 我是有听说 就是在纽西兰 几乎所有最好的脚踏车 就是那边都会是最新的 然后最齐全 也没有这么贵 所以我去想说 在那边急 贵 还是贵 超贵的 可是它过季的车很敢卖 它过季的车 比如说 我朋友之前 他请我帮他买一台 过了两年的车 还是很贵吧 然后半价 哦 半价 他直接半价 对 因为没有人要两年的车 可是半价还是贵啦 半价还是要五千多牛币这样子 就大概十万台币这样子 你从北岛南岛 就是骑的那些by park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觉得在纽西兰这边 比较有趣的是 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啦 是 我觉得南岛这边 普遍来说 等级会比较高 以同样 蓝线的 就是算是那种 intermediate 或者是advance的 那种路线来说 北岛会相对简单一点 就是我骑过的路线来说啦 我有听过其他人说 就皇后这边的grading 就是等级分线 可能这边的绿线 就是初级是别人的中级 然后这边的中级是别人的高级线 对 就是不只是 就是北岛人这样跟我说 有加拿大人也有这样跟我说 对 就 就 我自己也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像 我在基督城那边骑车的时候 那边的朋友也有这样讲 就说 他们觉得北岛的路线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 然后 基督 感觉 比较 真的比较难的 比目前有骑过的就是 基督城跟皇后震这边 水准都比较高一点 这样子 那你们会参加当地的比赛或活动吗 我还蛮爱参加的 可是 我之前有跟他们聊过啊 就是大家的想法感觉都是一样 就是 这里从十岁到六十岁速度都比我们快 从十岁到六十岁都比你快 就是小朋友都比 我没有在怕的 对 他们真的是从十岁开始就 一个跳的比一个高 然后 到六十岁 还是那种阿伯啊 然后都 还是骑得很快这样子 因为他们就可能已经 要骑多久脚踏车这样子 所以我 去比赛啊 都基本上都没有得过名 唯一一次得名是 我这个组别 三十岁组的 只有三个人 我是第三个 他去比赛 然后他得了第三名 对 我在当时得第三名 哇 超帅 对 帮你把刚刚那一段剪掉 这里还要再剪一下 就是我的时间 人家是三分半钟起晚 我是六分半钟 对 这段也可以帮我剪掉 好 反正 没有人会知道 我觉得蛮好笑的 对啊 这边的小朋友真的都超强的耶 就很多 多分甚至五岁的时候也在骑 就是这边skylight downhill 而且这边skylight的路线是真的是proper downhill 对 对 哇 对不是那种缓缓的哦 是真的是斜的 然后就是五岁六岁都来都在骑 大概是怎样子的斜度啊 就都有耶 呃 他真的有那种 很斜很斜 他有 有接近那种 应该是 呃 因为他其实也有办那种 比较小型的世界的活动 哦 全真正才办完一个 对 世界公开赛 对 对对对 就是 黄厚真跟 湾纳卡 他不是UCI这种等级的啦 可是就是 呃 他很多路线都是 可能有接近世界级水准的那一种感觉 对啊 然后 然后而且当地很多培养出蛮多那种世界级的选手的 哦 真的很多大神 对对 所以基本上来这边 像我这次来一个礼拜我就看到两个戴红牛头盔的那种赞助选手在这边骑车这样 因为他们是那种呃国际级选手 所以他们整天没有事情就是练车 像有的人一天最高纪录我看之前这个公园有公布出来一天是四十几趟 上去下来一趟这样算是他骑了四十几趟 你说这个公园会帮他计算他骑了几趟哦 就会scan 对因为你会scan你的那个tag那个pass这样子 对啊 然后 我那一天跟他男朋友骑我骑了九趟 我就已经真的是手软脚软了 我跟我问问问说 哎我隔天我要去那个镇上找马杀鸡 但是我觉得你每天可以骑更多 因为我们已经骑车骑了三天 所以我们已经骑车骑三天了 对啊 因为他来所以我就每天我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在干嘛 好我们去骑车 我们就是到就是各个公园都去骑这样 对啊 可是你就算我是真的 没有 我那一天是第一天骑好了 我也最多最多我觉得 再加两趟 二十趟 我也是不知道还骑不骑得到 不知道骑不骑得到 我觉得二十趟这边有点多 对啊 可是你看人家选手决定十趟 因为你有参加台湾比如说超级八或什么的 那你觉得国外他们在organize的这些地方 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比如说不吉品啊 或是我不知道哎 就还蛮好奇这一个 就别人怎么办活动 跟台湾办活动的差异这样子 如果你也有两边都有参加过 这里当地的比赛我觉得蛮随便 就是因为我参加蛮多那种小比赛 他其实是就是当地local的比赛 然后他其实是没有什么出发顺序的 他就是你到了 反正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个tech 他都是用晶片去计时的 对所以你什么时候出发都没关系 对然后他反正他晶片都有你的资料 所以他只要抓资料就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他都会 比如说像我在Nielsen那边比赛好了 他比如说一天的一场比赛 他可能会有三趟的练习 然后再加一趟的那种叫做排位赛 可是排位赛是不算在成绩 而且因为我们这排位赛 其实他也没有真的要你去排位 他只是让你再多练习一趟这样子 所以至少你可以骑到四趟 然后再加上一趟正赛这样子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的话就会安排到很好 他就说你这个选手是几点几分出发 几点几分 这边真的还蛮随性的 而且都可以就是他们之前 就是他还说你要不要现在去比赛 我想说现在比赛 他说对啊你要不要去报名一下比赛 没什么人去参加 然后我说算了吧我就不去了 对啊 就很随便 要参加 好好先去参加 不参加就好 而且台湾我看 因为我一阵子没有在台湾比赛 可是我看到他们有 就是台湾现在有进步 就是开始也是用 比如说晶片啊 或什么类似 比较电子的方式计时 不然我那时候 1516年那时候参加的时候 很多好像还是有几场都是首按表 所以那个 我觉得那个 他的计时的精准度就没有那么高 嗯嗯嗯 如果真的是输了0.5秒 那就真的是很冤枉 对我觉得计时精准度没有那么高 对啊 然后 呃补给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应该没有一场比赛比得到 比得上超级巴吧 啊超级巴到底吃什么啊 他还有叫那种烤肉摊 然后还有啤酒车 反正你就 骑完你就直接在那边 是一个festival 对有点像一个台湾自己的 加你很豪贵 我知道的是有的车队 他们因为是车队整团报名的 所以他们会直接 就直接在那边办一个烤肉party这样子 然后就可能有人负责烤 然后其他人去骑车 骑完就回来就有东西吃 很chill欸 对啊 其实很棒 超优秀 对 所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超级巴都在什么时候举行啊 基本上都是12月 可是今年就是2021年的时候 取消 对他们取消了 不然基本上都是在12月左右 因为他有多少 之前都会有一个蚂蚁杯 然后有一个士官长杯 然后现在有一个什么设备师 你有比过吗 我有比过士官长跟蚂蚁杯 然后可是现在其实蛮多那种小比赛 像阿丹 阿丹那边他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比赛 对啊 所以桃园其实也蛮多的 对对对对 就阿丹那边 我觉得他就是推广的还蛮好的 这里的补给基本上是没有 你要自己带补给的 所以就对啊 连水都没有 对 所以你全部你都要自己准备好这样子 嗯 你们觉得在纽西兰居住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最难忘的经验吗 我觉得我最深刻 以Mountain bar来说的话 就有一次 那是我人生中第二次玩 然后我被我男朋友跟他朋友 就带去Vance 就是算黑线的地方玩 然后他们所有人 我就 因为入口出有说过 入口出就是都会有台子写说 这是什么样的道路 对然后他就直接写Advance 那就是黑线 然后我就指了这个Advance 就说 这样我可以进去吗 我才 就是人生中第二次玩mountain bike 就是第二次碰这样的假踏车 我这样可以进去吗 然后其他人就这样 嗯 还好吧 可以啊 你就 你不能跳的话 因为他有些是有落差 要跳的 他说你不能跳那个 落差下不去 你就走旁边就好啦 可以可以可以 或是你就假踏车牵下去 然后 我骑的那条路是在 就是coronate 嗯 是在 是很多是骑三人的 然后如果你这边没有 然后路可能这样窄窄的 嗯 然后你没有骑到的话 你可能下去就是不知道下去哪边 就是 掰 就下去就真的是不知道去哪边 然后路就是这样 然后会骑三人 然后又有风干嘛的 反正我就跟他们走走下去 我还那天我还骑了两趟 哇 因为就不服输 而且那时候 对那时候就 胆子也比较大吧 然后不服输 然后他们就是 他们就说 欸你还好吗 然后我就 我可以 他说那你要再骑吗 因为每个人都要上去 他们说好吧 那我就再骑吧 我就跟他们去骑一次 但第二次下来我就全身在抖 就真的没有办法 我就全身是这样 就是肌肉已经无法hold住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要死了 所以我才就是没有在玩 所以隔了 后来又隔了大概三四年 然后才前两年才开始玩mountain bike 对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跟就是 都是高手去玩 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要 就是他们不会觉得很难 他们会觉得就这样子啊 那么简单 就溜过去而已 有什么 哈哈哈哈 我难忘的今天就差点死掉了 幸好没有 还有机 不是还有机会 不是就是可以继续玩 继续玩 再敲一次 敲到爆 哈哈哈哈 那简安呢 简安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哎 还好耶 没有我主要我都是 会有一些很搞笑的摔车吧 像我前几天跟他们去骑 我才有 而且那种摔靶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 就它是那种一条路线 然后它是有点那种要弯回来 所以我是在上面那边骑 然后要弯回来 可是我没有弯好 我骑到下面 然后他男朋友在我前面 带我们骑嘛 然后就已经到下面这边来的时候 然后我刚好从上面这边摔车翻下来 我摔到他男朋友面前这样 你摔在他面前 他摔超大 天啊 他摔超大 他的那种坡可能是这样的落差 然后你就要这样骑 然后转个大弯 然后下来 然后他从上面这个地方 就直接摔下去 然后直接穿越 我原本在看男朋友后面 他大翻滚 然后我就直接超车到他男朋友前面去 然后车子已经摔出去 可是我人就站在 就站在那边 你摔下去的时候 你看你摔起来了 我是站在那边 所以我就一个莫名其妙的 你是怎么站在那边的 因为就这样滚一滚 然后他那边刚好也是一个落差 我脚就下去 就站在那边 对啊 超好笑 超好笑 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 之前台湾一个朋友来纽线找我骑车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子做过一次 然后他也是满头雾水 然后他也是满头雾水 奇怪你怎么跑到我前面来了 超好笑欸 你那个摔得蛮恐怖的 其实 我当下是蛮怕的 对 那好恐怖 而且你脚踏车喷出去 天哪 对啊 脚踏车真的是喷出去 我有那个video的那个影片 你就看到脚踏车在我旁边翻这样子 那他的人子也是这样子翻的 对 然后就从上面很高的地方 然后翻到下面 拜托请提供这个 这段那个完整的footage 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story上 好啊 好啊 我再传给你 我觉得蛮好笑的 超好笑的 就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摔车方式啊 因为我就到处去骑就 对啊 而且因为我通常都自己骑 所以有时候 你就不认识路这样 对 不认识路 然后再就是 呃 我有时候技术还没有到 因为 就 对 就真的是技术不到价 还是硬的头皮下这样子 对啊 对啊 就我曾经在neos那边骑 同一条路线 同一棵树我撞了三次 一天 我同一天我撞了它三次 为什么你会撞了一天 因为 他在呼唤你 因为 因为他那棵树啊 那个位置很刚好 就是你要 他很斜 然后你要弯过去 然后他树就是 正对你 如果你没弯过去 你就倒要数 然后我骑了三次 我三次都弯不过去 然后我就撞了啥三次 哈哈哈 等一下 你这个也有视频吗 哈哈哈 有有 就那个影片 然后重播三次 这样子 你不会就想到 oh fuck 又是那棵树 我慢了啊 慢下来 可是它很斜啊 你慢了它还是会往前跑 慢慢往前溜 然后 我慢的那一次 我就是车轮 我就直接正对 我车轮就直接 撞在那树上 你硬看它 就是往那边走 可是那时候 对 你不能看着它 滑雪好像也是这样 我自己觉得蛮好笑的啦 就 我觉得我都是 印象深刻都是一些 比较好笑的事情 你超帅的欸 不要这样 不要瞧 超帅的 我 别忘记 我已经休息了一年了 好强喔 是因为 我只要摔车 我可能就两三个礼拜 不敢骑车 对啊 如果摔了之后 会有心理层面的那个阴影吧 会有阴影 喔 因为我其实前阵子才刚开刀 回来 然后再继续骑车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骑车有点阴影 那明天要去看那个大跳台 对啊 隔壁的大跳台 对你们刚刚有提到那个大跳台 它是多高的跳台啊 至少一层楼 喔 它那一 两层楼 它那一条路线 它那一条路线最长的 好像人家说大概 40ft 40ft 所以大概十几公尺这样子 12公尺 喔 那是远喔 距离是远喔 然后因为你是往上跳 12公尺 对啊 喔是要跳跃12公尺 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跳跃的话 你就直接撞 帅 因为它中间是有一条路 是汽车可以开的 是空的 那边是有一条人家 对 汽车岛 对最下面那一颗跳台 这跳台叫什么名字啊 我到时候把它拍下 把这照片 我其实有跳过前面几颗 就两颗而已 对啊 然后 我应该有影片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你也可以 因为这个路线很热门 所以你在YouTube上面也可以找得到 对啊 然后他每年都会在那边办活动 哦 对 他是为了纪念一个纽西兰这边freeride的大神 哦 可是他已经好像15年左右去世了这样子 所以就没了 所以就没了 登山车的意外去世了吧 是心率还是什么 对对我记得是心脏的 好像是心脏 对 不是摔车意外的 不是摔出手 太好了太好了 小朋友干杯就是在那个跳台之下 所以 没有没有 不是不是不是 这样太恐怖了 对啊他跳得跳他在下面招手 干不要 干不要吧 我明天才要去演两个话 哈哈哈 还在那边守护大家 那边比赛的时候 那边是 都会有那个救护团队在访 哦 对 就那个比赛了 因为那真的太大了 所以可能比一比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几个选手 就旁边已经整风一袋 哦对 他们会有那种 当下摔了 然后马上做紧急治疗之后 不去医院 然后又留下来继续看比赛 哈哈哈 好疯狂哦 QE真的好疯狂 对 哈哈哈 只要没有摔进医院 他们通常都会留下来这样 小伤 对 反正去医院也是要等一阵 你才看得到 就是 你现在在抢个牛西兰的医疗 是不是 也没有抢 我没有抢 这边的ACC很棒 等一下对 讲到这个我要讲 这边有一个意外险啊 真的超级棒 就是 他不管你 有没有身份 你就算是旅客来 你只要有合法的签证入境 对 你只要意外受伤 他都可以帮你做免费的治疗 就是通通免费 对 什么意思 你就算要开刀什么 他都帮你治疗 只要你是意外 基本上 对 但是你就是要先买这个 不用不用 不用 就是完全免费的 例如说你从台湾来玩 然后你任何的受伤 可能走路跌倒 对对 或是你来玩 mountain bike 对 或是滑雪受伤 然后去看医生 都是完全免费 今天去医院纽西兰旅行 然后我在做户外运动的时候 受伤了 我可以免费的治疗 你也可以不用胡来运动 就是 意外 意外就好 你撞车也算 对 你走路跌倒也可以 所以今天如果我要去牛线玩 我根本不需要买什么险 什么平安险之类的 但是不一样的是 如果你要 如果摔的有点严重 你要回台湾看的话 可能就是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意外来说的话 意外险 就是任何的意外的话 他就是有包含的 哇 基本上就是 你要在这边做什么医疗的处置 就是他基本上都是帮你cover掉 你不用付钱的 对 如果是意外的话 对 而且如果你在这边是有工作的话 这个是额外的 其实这个就 我就因为这边有那个意外险 所以我来 我本来是有保台湾那些 而且我全部都腾手掉了 对 反正我在这边就是会 如果受伤的话我就在这边cover 而且这边意外受伤的话是 你是有工资的 对 政府会付80%的薪水给你 哇 如果你在这边有工作的话 因为大家太容易受伤了吧 哈哈 大家都在做户外运动 大家真的很容易受伤 对 就在这里 他会算你前四周的薪资的平均 然后 再计算成80% 然后每周 每个礼拜就付给你80%的薪水这样子 然后你是不用工作 你在家里休息 这真的是超级鼓励大家 就是去户外运动 去玩 去玩的感觉 可是有 也不是说鼓励大家 他本来这边的风气就是鼓励大家享受生活 然后 就只有就是工作或什么的 但是这个的话 因为 这边没有其他的 像 这边没有穿台湾的那种健保 对如果我是牙痛或什么 那就是超级贵 嗯 我会不会是我哪边就是我心脏不好 我要去看一身超级贵 我要看癌症爆鬼 这样子 哦 这种意外呢 是真的是cover的 所以这边税收也很高 哦 了解 都被我用掉了 哈哈哈哈 对 大家曾经当我老板当了一阵子 哈哈哈 有贡献一些 都让你去领了这样子 哦 对对对 这个好有趣哦 对 所以我就跟几个朋友说 哎你就来有像骑车没完 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就骑车 那没有意外 可是就 你真的发生意外 这里也比较不像你在 可能在加拿大 或在什么地方骑 你要付很高的 那个医疗费 这样子 对对对对 哎我朋友说 这边的骨壳跟护理治疗很厉害 护理治疗很厉害 护理治疗很厉害啊 就是New Zealand这边的很厉害 对啊我天天去护理治疗 你们觉得 在那边的lifestyle 对你们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吗 有点太颓废 太颓废 在台湾的我 跟在这边的我 就有点不太一样 在台湾的我 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就觉得 加油要有上进心 要有事业心 成为一个女强人 然后在这边就是 一个 躺平主义 OK啊 就是开心就好 然后没有要加班 然后时间到就是走 顺师走 然后这五点下班 四点五十九分 可能大家都在 就是不是只有我 因为是这边的文化就是这样子 四点五十九分 大家就已经准备好了 排队等打卡 排队等打卡 就是kiwi就是这样子 你们那边也是嘛 对吧 然后下班大家就是出去玩 然后我这边 对 然后因为我这边 以黄奥镇来说 我的夏天 日照时间是到晚上 大概十点才天黑 对所以就是大家下班 可能五六点下班的时候 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你还五六个小时 可以去做各式各样的活动 对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就是看你想干嘛 你想骑着去骑车 你想划船去划船 你想去登山去登山 然后烤肉啊 或是各种各样的运动 或是你想去户外攀岩 然后就去攀岩 如果我是想像我八小时工作完之后 我要花五个小时去从事户外运动 就是这样连下来可能会觉得很累 可是当就是太阳真的很晚 才下山的时候 真的就 这太多时间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 你的晚餐时间 就会从九点的时候 可能才开始吃晚餐 因为你就是下班的时候 就要立刻冲去哪边 开始玩 好赞 对 然后台湾的时候你会觉得 你下了班 我是住台北 然后那时候下了班 我在做要干嘛 然后因为在台北市 然后你也没有就是天也黑了 所以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 我就去滑板场 我就一直在滑板 哦 你是玩滑板的 哦你是gay girl 对因为就是你要去其他地方也很远 然后也不知道干嘛 然后回了家我就看了电视 然后看了手机 又再继续滑手机 然后看电视 然后我觉得 对 那时候觉得有点就是小痛苦 然后我就开始玩滑板 哦 但是你还是会去找其他的事情做吗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到下班之后 就已经累到一个 就是你知道就是被榨干了 回家就是随剧 然后就隔一天就继续上 班的这样子的轮回 对 感觉这是一个常态 上上级那个斯洛法克的女生也是 她在台湾其实没有做户外运动 可是当她搬到斯洛法克之后 她就发现她很早下班 下班之后不知道干嘛 然后大家都在从事户外运动 所以她就想说 她就开始接触户外运动 就是因为有很多 就有风气吧 对 对 那台湾的时候大家可能下的班就是 我们去逛夜市 或是去哪里 然后去吃饭 约唱歌 但这边不会约唱歌这种东西 所以没有 大家觉得约酒吧 然后做 比较长的时候是 就是约出去做 很生活 各式各样的活动运动 这样子 生活 他们还蛮进行生活的 嗯 然后他们可能就是 礼拜一的时候大家打招呼 不会问说 欸你的工作怎么样 没有人在问工作的 然后都是说 欸你的危险怎么样 嗯 所以你去了哪里 嗯 讲到文化 我觉得其实也有一个是 我觉得 以他们当地人来说 他们当地人会比较 会主动跟人家打招呼去跟你攀谈 这样子 对我常 因为我常都是自己在骑车 然后我就常遇到那种 朋友 就是那时候可能第一次见面 他就说 欸你自己骑车吗 你要不要来跟我们一起骑 我们刚刚骑了哪边 他现在打算要去骑哪边 这样子 就我还有被那种 裹小声 谈谈 你好像超强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 欸你刚骑了哪边 呃要不要一起骑 然后走 我带你去看这条路线 很好玩 然后就带我去骑了一条黑线 然后 就两个转弯过去人 就不见了 然后他就在山下跟我 然后跟我说 欸你觉得刚刚这条怎么样 不错吧 这样子 他们很开心 他是故意要点你 呃没有 他们就是真的很喜欢 跟你去攀谈去聊天 就是 就是分享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一个文化 可是我之前在台湾骑车的时候 就是 比较 可能 比较不会有这种文化的感觉 就大家就是自己骑自己的 遇到就 欸打个招呼嗨 然后就没了 对啊 除非可能本来就认识了 就会说欸 刚刚骑了怎么样 可是因为通常本来就认识了 对 可能会比较容易 一起约 就说欸不然我们哪一天一起去骑车 可是这里就不一定 这样子 因为他们很多就是 很喜欢去跟你聊 对啊 然后像 我很多朋友 骑车的朋友都是这样认识的 就是 他们来跟我攀谈 然后就说欸 不然我们 也是这样认识的 约什么时候 对啊 我也是学这边文化 我就问他 欸 你在这边骑车喔 那要不要我们找时间 因为我很常去黄黄镇骑车 然后我们在一起去骑 这样子 对啊 就是一个 对对对对 而且这样子就是社群文化也蛮好的 就是 会大家一起骑 然后又 认识越来越多同好 这种感觉蛮好的 而且就 还蛮多真的很好的人 我第一次 下黑线 我那时候不敢下 我还是就是被一个不认识的人带着走 哦 Follow you 而且就人真的超好 然后他人好到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超恐怖 我觉得天哪我会死吧 我会撞树吧 然后 就是他人太好了 他说 Come on 下来吧 下来吧 然后我就 不好好上人家等 然后我就下了 然后就突破了这样子 对啊 他人真的就是 真的还蛮多好人 就可以慢慢的带 就是会带你 就是带初学者啊 带人走这样子 对啊 很nice 而且他不会觉得麻烦到 因为我那时候来说 呃不然你就先骑 因为你骑很快 你就先骑 然后没有关系 他说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可以带你 这样也很好玩 对 就蛮多好人的 对对对 我也是遇到很多人这样带我 就是 他们不会觉得说 啊你骑的太慢 我就不想跟你骑 对啊 虽然就是你可能 不能一整天都来人家 可能就骑了一两趟就 好谢谢 对啊对啊 可是他们就会 可能比如说 骑到一个路段 然后可能比较难 他觉得 因为他一看你就知道 大概你的程度大概在哪里 对啊 然后他就知道 诶这个地方你可能会比较有问题 他就会在那附近先等你一下 然后跟你说一下 诶这里 有可能有什么feature 有什么跳台啊 或落差之类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再下去 这样子 很多人会这样 就是一步一步带你走 这样子 其实我以为mountain biking 除非像 呃我在台湾有加入 比如说像之前 阿根他们推广啊 那些 就是特别的活动 他们会照顾 但如果你自己在骑程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你很难 就是有陌生的主动跟你谈谈 甚至等你 他会休息 因为不能一起骑 对对对 你就骑了一段之后 你就需要休息 那机动没有办法 就是 而且很多路段是 都会骑一骑 然后就有一个station 就是休息一下 然后你可以再 骑一条几条不一样的 然后再休息 然后会有主要的几个休息点 这样子 对 而且那些休息点 就是大家基本上 都会聚集在那边 然后 就可能有 比如说我跟他都是一个人骑 我们可能有时候 就会互相判断 刚刚骑怎么样 又是同一个问题啊 你刚骑了哪些线啊 你骑了怎么样啊 对啊 好玩吗 好玩吗 对啊 等一下 如果有的 很难吗 有的就会问说 不然等一下要不要一起骑 这条看看啊什么的 对 很容易就邀到朋友一起骑 对啊 就是我觉得我等级比较低 所以我很容易去搭讪别人 就是我都会问说 欸你等一下要骑这个黑线吗 或者是你要骑哪一条线 然后他们说如果要骑我想骑的那一条 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跟着你们一起走 然后他们都说来来来来follow me follow me 对啊 好 sweet 很开心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这里的那种文化还蛮好的 对啊 其实我跟他之前我是去年还认识的 去年还前年 反正去年还认识 对啊 而且我们大概一年就见这一次了 对就是他来皇后认识车 我们才会见面 然后之前他也是在这个instagram上面找到 我想说欸有台湾人在骑车 然后我想说 哎呦我的妈呀有台湾人在骑车 都不知道有台湾人在骑车 希望有之后还可以跟你们一起去骑脚踏车 可以啊可以啊 那真的非常谢谢你们两个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帮我们分享给身边 喜欢户外运动还有旅行的朋友们 那我们最活跃的呢 就是在IG上面 会跟大家分享很多 跟户外运动相关的资讯 所以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的话 可以追踪我们的IG帐号 那我们就下周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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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